现在纯电动汽车越来越普及 十年前人们担心的很多痛点 要不就是被彻底的解决了 要不就是弱化了很多 但目前还有一点始终没有多少改观 那就是快充 有人觉得快充不就是把车端的变压电路 车上的电池跟充电桩 在硬件部分同时加强几倍就能做到的吗 这和手机从万年不变的五伏两安 升级到90瓦快充 这是一个道理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期科技参考 我就来介绍一下 纯电动汽车快充的困局 纯电动汽车最初让人无法接受的 就是里程焦虑 而解决办法就是增加续航里程 让他们的续航能力 在NEDC测试标准下 达到1000公里以上 焦虑就没有了 但实际上呢 今天燃油车续航里程 基本都在600公里以下 摩托车很少是超过400公里的 好像从没有听说 这些车主聊什么里程焦虑的问题 那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在于加油只需要2到3分钟 而充电要长得多 所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 实际要从两个方面下手 一个是增加续航里程 一个是加快充电时间 截止2022年5月份 全国一共有142万个公共充电桩 加油站有11万个 如果按照平均 每个加油站有6个加油位来算 实际上公共充电桩的数量 至少已经是加油位的两倍了 但我们知道 充电站排起队来 那都是半小时起的 而加油站很少有原地等待 超过5分钟以上的情况 而让比例更加悬殊的是 新能源汽车目前只占 全部车辆的3%而已 燃油车已不到一半的加油车位 和30倍以上的车辆数量 却依然获得了更短的加油时间 这个根源就是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速度太慢了 一辆车的平均充电时间是70分钟 大约是燃油车加油的 20到30倍时间 所以如果能把充电速度优化上来 改进空间是非常大的 只需要把速度提高一倍 让每辆车平均充35分钟就开走 或者像一些手机快充广告那样 只充5分钟就续航200公里 那充电桩的建设压力 也会大大减少 车主的里程焦虑也没有了 可其实快充可能没有必要 也没有希望实现 接下来我们挨个人因素说一说 首先要说的就是 快充在汽车端的实现 要想电充的快就要加大功率 而我们知道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 也就是说 加大电流和加大电压都能加快充电速度 这里首选的方案当然是加大电压 因为只要不是超导体 所有物体都有电阻 而电流流过电阻的时候 产生的发热是按平方增加的 如果增加电流 电流是从前的4倍 那发热就是从前的16倍 这样巨量的发热 很多物体都是受不了的 如果电流不变 只增加电压呢 结果充电功率也增加了 而发热却不变 这就太划算了 而且高温对电池本身 也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所以能增加电压 就绝不先提高电流 在这种思路下 充电电压 其实已经早就摸到了民用领域的上限了 今天大部分新上市的 旗舰级纯电动汽车的充电电压 都是800伏 还有少数车企打算挑战1000伏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永远也见不到 纯电动汽车的充电电压 达到2000伏 因为能经得住这个电压的 半导体元器件还没有出现呢 而且对人体可接触的物体来说 2000伏电压也有点高了 所以可以说 从2019年之后 绝大部分车企研发快充的时候 都不得不想办法增大电流 因为电压已经摸到了上限 而加大电流就要面对电池内高温积累的问题 所以电池还不能用普通类型的 而是需要做特别的加强 锂电池原型就是三层加新的薄膜 上下两层是正负极 中间是半湿不干的隔膜 上面湿湿的部分就是电解液 同样是1万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支持50安培快充的锂电池 就和最高只支持5安培充电的 这种三层膜的厚度相差很大了 于是卷起来后 形成圆柱形的单截电芯之后 两者以体积计算的能量密度相差也很多 那个支持50安快充的 有大拇指那么粗 那个不支持快充的只有小拇指那么粗 别看他们充满电厚 释放的能量是一样多的 在只能携带500公斤电池的情况下 一辆车要支持快充 就要牺牲一部分续航里程 NEDC只有500公里 而那个不需要快充的NEDC有720公里 当然厂商还有一种方法来实现快充 就是牺牲电池的寿命 以提高充电电流 比如说同样是一颗电池 如果每次都用5安充5安放 在充放循环1000次之后 电池容量会降低到最初的80% 如果每次都换用更大的电流去充电 比如说15安充15安放 在循环充放500次之后 电池容量就会降低到最初的80% 你看寿命少了大约一半 但如果给你的车配的电池出厂 实际续航标称值是500公里的话 那实际要行驶超过22.5万公里 电池才会达到500次充放 也就是字面上意义上的寿命到期了 而绝大部分人在这之前就已经把车卖掉了 或者报废掉了 所以厂商也会牺牲这部分用不到的寿命来实现快充 但是在大电流下 电池就不能再用散热片 风冷这样的方式散热了 必须为每节电池单体都配备足够的散热设施 比如说依据电池的外形 紧密贴合的热管或者真空均热板 否则一节电池积累的热量没能及时导出 就会酿成起火 这部分成本会增加不少 直接导致车价从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 除了汽车端的困难之外 要想实现快充 在充电桩这一端也是困难充充 要实现大功率的快充 就要求从充电桩到汽车 也就是电流经过的全部路径都能支持这个功率 这符合木桶原理 整条通路的最大功率 由最薄弱的那一点来决定 今天快充桩输出都是直流的 像800伏75安这样的 但电网出来的都是交流点 380伏180安这样 中间这个变化就要使用开关电源做转换 通过的能量功率越大 需要的开关管的价格就越贵 最便宜的是直接使用交流点 在这种情况下 充电桩里根本就没有开关电源 直接使用集成在车身里 那个小的几千瓦的开关电源 做电压的转换 这样的充电桩 1000块钱一个 但如果是高速公路休息站的那种 60千瓦的充电桩 价格就是15000一个 特斯拉设置的150千瓦的超充 5万块钱一个 如果要能实现充电5分钟 续航200公里的那种 接近400千瓦的充电桩 那就要10万块钱一个了 如果按照今天电动汽车 大型充电站的规模 2500平米 50个快充外 每一个都配备一台 400千瓦级别的充电桩 来实现充电5分钟 续航200公里的话 光充电桩的成本就是500万 另外400千瓦的功率 在800伏的输入电压下 电流就是500安 能通过500安电流的线材 就已经粗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那几根线加上绝缘层跟外包皮 大约跟篮球运动员上臂粗细差不多 如果女子要想把这根线搬起来 插到车身上的充电口 那是比较费劲的 所以充电桩可能需要设计一下 把线悬挂起来才可以 今天小鹏的480千瓦快充 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他在线材里加入了夜冷装置 把热量迅速导出 这样就可以用更细的线 让人们可以举得起来 而同样的快充的时候 车内涉及到的充电线材 也一样有同样粗细的要求 当汽车厂商跟充电桩厂商 把硬件规格都堆满了 钱也花到位了 快充依然很难实现 这就是电动汽车快充 跟手机电池快充 最不一样的地方了 手机最多以100瓦充电 也就是空调功率的十分之一 而要以400千瓦的速度快充的话 那就是非常恐怖的了 一个普通家庭 就算把空调冰箱电视电磁炉 全都开开 那也顶多就10千瓦的用电功耗 于是一辆车的快充 给电网带来的压力 就相当于40户家庭 开足马力用电 全球最大的发电站 三峡电站 满负荷输出的时候 也只够同时给5.6万辆 纯电动汽车快充的 而当燃油车全面淘汰之后 中国纯电动汽车的数量 会有2亿 我们假设在同一时刻 车辆总数的1% 是处于充电状态的 那就相当于时时刻刻 全国都有200万辆车要快充 那就需要90个三峡电站 提供电力 这个供电规模 相当于今天 全中国全部供电能力的 大约2倍 所以要全部的纯电动汽车 实现真正的快充 电网的规模 还要加大非常多 最后我们来说说 实际应用力的限制 也就是那个400千瓦的 大功率快充 就算从车辆内部硬件设计 到充电桩的硬件 再到电网改造 全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其实当你把充电枪 插到车上之后 也极少能够看到 400千瓦这个数值 因为这和电池充电特性有关 一般的电池 只在电量处于 10%到80%的状态下 才能使用最高的充电功率 这两个数值减一下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中间只有70%的电量 可以用上最高的充电功率 在这个范围之外 充电功率都是急剧下降的 比如说80%以后 可能就只有这个值的 1%到1%了 这时的充电速度 已经非常慢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各种新能源车 宣传快充的时候 都只说半小时 从20%充到80%的原因 他们没有一家说 从0%到100%需要冲多久 如果一定要弄明白 半个小时可以从20%冲到80%的车 换成从0%冲到100%要多久呢 大约120分钟 但这笔账泥算不对呀 半个小时就冲了60% 那么按这个比例 从0%冲到100% 应该只用50分钟才对呀 怎么变成了120分钟了 因为受限于电池的特性 满功率只能维持一小段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斯拉 它在2019年推出了当时 令人惊掉下巴的 250千瓦的V3超充 按当时的Model 3 长续航版的电池容量 75千瓦来算 如果V3超充 一直满功率冲的话 从电量0%到100% 只需要18分钟时间 但特斯拉给出的实测是100分钟 250千瓦的超大充电功率 只维持了160秒而已 当然特斯拉这个有点夸张 因为它的车当初并没有 按这么强的电流去设计 所以要考虑更多的发热问题 但即便全部硬件配置到位 前10%的电量 跟最后20%的电量 也依然不在快充的范围之内 所以当一切硬件 包括电网这类大规模基础设施 都配置好以后 真正快充的体验 也只能是这样的 每次开车 跑到还剩10%的电量的时候 然后用十几分钟 把它充到电量80% 拔掉充电枪 再继续跑 这样才能享受最大的充电功率 说了这么多 你有没有发现 要想实现所有的 纯电动汽车的快充 是几乎不可能的 而且想一想也发现 也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在什么时候 才需要充电5分钟 续航200公里呢 一年有几次就到头了 绝大部分人是在家里充电 7000瓦 下班停好车 到上班 就能从0%充到100%了 真正的快充需求的满足 也许更要用到 换电的方式去满足 再继续